在围剿TikTok这件事上 川建国和拜振华以及美国两党的意见达成了空前的一致 看来果真是应了当年的那句话 媒体是有国界的 新闻是有立场的 这个世界是被人精心设计过的 美国人的鬼话是不能信的 本月11日 美中医院以352比65票数通过TikTok播放 判称举国当抢劫犯的合法提案 这个抢劫法案要求字节跳动 在法案生效后的165天内 脱离在美TikTok的控制权 否则将在全美封禁 简单的说就是 逼迫字节跳动把TikTok送给美国 这样的抢劫法案 似乎是美国的惯用伎俩 在美国短暂的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 据悉该法案通过后 还需在美参议院通过 最后再经美总统拜登签署 而后就将冠冕堂皇的成为美国的正当法规 毫无疑问的是 到最后 这个抢劫法案将在美通过并实施 之所以这么肯定 一是因为这个抢劫法案 在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 可见在这件事上美国两党齐心 二是因为该法案从提出到众议院通过 仅仅用了7天 可见美国围剿之决心 三是因为美总统拜登早就提前做出声明 称只要国会通过针对TikTok的法案 他就会签署 对于美国当局的行为 其实很多人并不惊讶 因为这一出戏码在2019 2020年就上演过 当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带领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新冷战军团 对中国的各大民营企业展开的无下限围堵 除了对中国华为 大疆等科技企业实施制裁 他们还将魔爪伸向了网络娱乐媒体平台TikTok 2020年7月17日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疯狂到以广告投放的形式 在美国互联网上发起了请愿号召 数则广告推文 皆在强调TikTok的中国血统 以及所谓的被监视问题 他试图希望民众一起携手 驱逐这家有中国血统的公司 当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高层对TikTok的仇恨 可不比今天拜登政府来得弱 当年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罗就曾对外公开表示 TikTok将成为美国公司 美国外国投资委将迫使该公司进行独立重组 当时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詹姆斯·刘易斯也公开表示过 政府掌握所有的牌 TikTok根本无力抵抗 只是很可惜 后来因为错综复杂的各种原因 特朗普政府没有完成这件事 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一些因素 特朗普不仅没干掉TikTok 自己倒被拜登给干掉了 没想到多年后的今天 拜登政府也走上了特朗普走的路 看来TikTok果然已经成为美国政客们极其痛恨的一种存在了 按理说 这一切是很不应该的 因为TikTok只是一家娱乐性的媒体公司 它既没有像谷歌脸书那样具有强烈的政治立场 也没有像华为大疆一样能够挑战美国科技领导地位的能力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TikTok成为了美国政客的眼中钉呢 网上很多人调侃说 TikTok一的错就错在它的中国血统 国籍一变 它的待遇就会完全不一样 这话说的在理 但具有局限性 因为美国前后两个政府都打算以举国之力绞杀它 就说明这背后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 与其说TikTok是有中国血统的公司 不如说它是中美混血 TikTok的前身本为中国抖音的国际竞争对手Musical 该公司是当年美国主导下的西方短视频霸主 2017年6月 以国际公平竞争的名义 Musical团队进入中国大陆 与当时的抖音平台正面宣战 可不久后 在模式和生态上实在玩不过中国人 信心满满的美国团队就以败走告终 几个月后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收购了Musical 在此基础上 2018年抖音海外版TikTok上线 并以极快的发展速度横扫全球 成为了美国印度欧洲等全球各地最受欢迎的软件之一 甚至一记绝尘就连Facebook YouTube等美国传统媒体平台都甘败下风 这种情况和局面在近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改变 好家伙 你一家中国媒体公司凭实力打败了美国媒体公司不说 还收购了人家美国公司并登上巅峰 这别提多气美国人了 这可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有非美国的媒体公司把美国媒体公司按在地上摩擦啊 而更气人的是这家媒体公司的成功打破了美国的信息霸权和信息围堵中国计划 成为了全球舆论场上唯一一家具有大国际影响力的非美国直属的媒体平台 TikTok似乎打破了这一受控于美国的僵局 近2018年TikTok的全球下载量就已高达6.63亿次 成为当年最受全球手机用户欢迎的软件之一 而2019年TikTok更是一连数次霸榜各国下载榜单第一名 将美国的YouTube、Facebook等长期垄断性媒体给甩在了后面 而美国约有50%的青少年正在使用这款软件 到2024年多数美国年轻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款中国公司开发的软件了 必须提及的是当初2020年6月 在美国政府各方的打压下 该款软件依旧问鼎APP下载量第一名的宝座 这显然让美国当权者感到极其不快 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更令美国当局忧虑的是 TikTok正在迅速瓦解美国媒体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例如在欧洲国家以往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 绝大部分是通过谷歌、脸书等美国平台 因此欧洲人所看到的信息基本上都是美国方面精心设计过的 因此在欧洲关于中国的黑料与谣言非常盛行 但TikTok的到来打破这样一种由美国全权控制舆论走向的局面 很多西方民众开始看到有别于美国媒体的另一面报道 美国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被极大的削弱了 更让美国政客咬牙切齿的是 不像谷歌和脸书完全听令于美国政治力量 会选择性推送政治正确性内容 TikTok更大程度上发布 推送了很多美国政客不愿意让西方民众看到的内容 例如美国底层生活真实的一面 中国发展良好的一面等 这显然不符合美国当前极端民族主义氛围下的政治正确 严重影响了美国当局对世界进行洗脑的策略 可以说抖音海外版TikTok是以一己之力 破了美国媒体百年以来的全球霸局 尤其是动摇了服务于美国政治霸权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绝对地位 这个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义上是美国的民间组织 但它和美国的各类人权委员会一样 实际受控于美国的大财团和政治力量 而如果进一步深挖这个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我们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是美国媒体霸权的幕后大脑 美国各界高层政客和脸书谷歌等媒体企业代表 均是该委员会的成员 以往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例如脸书谷歌推特等 都是在这一委员会的大局架构下影响世界的 他们传达他们之想要传达的 影响他们之想要影响的 一切都显得那么得心应手 可TikTok来了就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统一战略 例如该组织成员Facebook就是TikTok的劲敌 在TikTok崛起之前 Facebook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手机软件 但TikTok出现后 这一局面被改变 人们也不再去Facebook上观看短视频了 一家以黑中国为主要业务之一的美国喉舌 被中国竞争对手压了下去 这必然牵动委员会 而委员会也必然牵动美国政府 这一切 Facebook总裁扎克伯格其实也早有暗示 2019年7月 扎克伯格在内部会议中表示 TikTok是中国的第一款全球爆款软件 脸书正研发一款名为Lasso的软件 以应对TikTok的崛起 但遗憾的是脸书这一举措已失败告终 此后扎克伯格被曝与美国政治力量极其亲近 也因此出现了前文中给特朗普投放反TikTok广告的画面 此外扎克伯格本人也在风沙抖音的路上不断奔波 不停公开指责TikTok不尊重隐私 不尊重言论自由等问题 2019年10月 在乔治成大学的演讲中 他更是公开宣称TikTok等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崛起 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极大威胁 正如网友们所说的那样 他们的确是急了 TikTok在美国难以生存的根本原因 不是因为它的中国血统 而是因为它非美国纯血统 这就导致了它无法彻底取得假公平正义的美国人的信任 最该死的是 TikTok成了逆美国涉华政治正确的媒体 存在于西方舆论环境中 虽然这几年来 TikTok已经非常克制了 但依旧不能让美国政客满意 要理解这个逆美国涉华政治正确 首先就要理解什么是美国的涉华政治正确 其实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以美国为首的涉华政治正确 无非就是 逢中必反 逢中必黑 逢中必浅 因此当年我们才会看到 关于香港暴乱的扭曲报道 关于新疆治理的谣言内容 在美国管控下的舆论场上肆意传播 而TikTok作为有中国血统的公司 自然不会那么轻易让这些抹黑 攻击中国的谣言大行其道 多少还是要收敛一些 可恰恰是这种反谣言的态度 让一些美国人坐不住了 开始嚷嚷所谓的政治渗透和思想渗透 这一逻辑总结起来就是 只能允许我造谣抹黑你 而你们无权进行澄清 而且你们必须传播我们谴责中国的内容 否则就是威胁美国安全 在这样的逻辑威逼下 抖音海外版TikTok其实已经做出了让步 早在2019年初 为了避免被美国政治迫害 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就已经变更了 抖音海内外两个版本的代码和数据访问权限 中国大陆的员工被禁止访问 禁止监管和禁止控制海外产品的内容 与此同时 字节跳动也不断在美国招聘美国的本土高管 在此后多年 为了在美国发展 TikTok继续做出了更多安抚美国政客的举措 但显然这样自屈膝盖的操作并没有赢得到美国政府的善意 因为在美国高层看来 TikTok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政治正确性内容审核上 还在与其宣传推送中国文化 将中国好的一面呈现出来了 我们必须知道的是 在TikTok出现之前 有美国信息霸权把控的全球舆论场 不仅仅是全力抹黑中国这么简单 任何有关中国正面的内容都会受到压制 包括宣传优秀的中华文化 简单的说 就是不给中国人文化输出的渠道 也因此 在今天的西方 才会有那么多西方人以为 中国人还在编着长辫子如毛饮屑 但TikTok的出现打破了这样的束缚 不仅赞美中国的内容不再被限流 很多与中国元素 中国文化相关的内容 也得到了很好的推荐 例如2020年 火遍全球的费玉清的易解媒 TikTok上一句雪花飘飘 北风萧萧的文化输出 带动了数以亿计的西方民众 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真实一面的心理兴趣 2023年的广西科目三 也一样火遍全球 全世界都在跳中国网络舞蹈 2024年广东英歌舞 福建游审等内容 也通过这一渠道 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 让无数西方人认识到 原来中国还有这么多样的传统文化 但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 这一切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画面 在传统的舆论宣传中 我们都说美国的舆论氛围更讲求言论自由 但事实上 这样的言论自由是基于政治正确的 触及了美国的政治正确 美国就是言论上最不民主的国家 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 就比如2019年香港乱象发生以来 数以十万计的脸书和推特账号被美国当局封锁 而封锁的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这些账号或多或少都支持了中国和中国香港的警察 可在虚假言论自由的美国 这是犯了反政治正确的大忌 因此 美国政客和资本家选择了全网绞杀 美国媒体 美国之音电台也遭遇过这样的事情 2020年5月起 因为多次正面报道中国防疫的成功之处 美国之音电台惨遭美国政客压榨 被扣上了卖国贼和大间谍的帽子 在政治迫害性施压下 2020年6月 美国之音电台的政府台长同时辞职 这些残酷的事实都告诉我们 一家媒体或者一个个人 要想在美国控制的舆论环境中发生 就必须反中挺美 任何表态都不能有损美国国家形象 在立场问题上 美国高层没人和你谈什么言论自由 而美国本土的媒体也是照着这一法则生存的 除了对有利于中国等竞争对手的内容进行封杀和限流外 对于本国境内的舆论内容也是定向与选择性的投放 以往这一套模式让美国政客如鱼得水 把持着舆论这个武器为所欲为 比如他们把曾经的伊拉克描绘的民不聊生 把洗衣粉说成是化学武器 然后发动队一战争后又鼓吹自己解放了伊拉克 又比如他们以摆拍的形式通过媒体造谣称叙利亚政府使用了化学武器 在一顿狂轰滥炸之后又以宣传正义的名义扬长而去 可他们这一切压制底层民众在全世界杀人放火的为所欲为之举 在TikTok出现之后变得没那么隐秘 例如很多美国民众在脸书和谷歌上不可能收到推荐的幽默反讽内容 就在TikTok上火遍全网 而疫情期间更是有无数美国民众以幽默风趣的拍摄手法在TikTok上表达了对美国当局的不满 最让美国当局头疼的还是TikTok在全球的逆美国控制的影响力 这种逆美国控制的影响力主要体现为在非美国地区 传播真实的美国和真实的中国的内容 说白了就是把美国媒体掩盖的世界的真实一面给呈现了出来 要解决掉这一问题那自然就是干掉中国抖音 因此2020年的时候在印度封杀TikTok之前 美国早就埋下了伏笔 在美国谷歌公司和脸书的舆论强推下 一款名为卸在中国应用的软件就被人为推送到印度软件下载榜单投名 因此当年抖音国际版在印度的败走 表面上看是印度当局的决策所致 但其实美国方面早已埋下伏笔 一个群体越缺什么往往就越喜欢标榜自己是什么 我们看到美国喜欢标榜自己是人权卫视 可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和美国底层智力乱象 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最缺的就是基本人权 同样的他们还最喜欢标榜自己是言论自由的典范和新闻自由的捍卫者 是真是假 以不用我们多说 毕竟事实都摆在那里 至于抖音海外版如何走下去 我想和华为一样除了字强两个字 没有更多的路可以选择 赛翁失马 烟之飞福 在此我们也希望TikTok及其母公司多加思量 不要一退再退 毕竟曾经的退让没有换来人家的友善 此外如果把TikTok拱手相让 那以后就没字节什么事了 要知道一款软件能够受欢迎的根本原因 是用户已经习惯产品的生态环境 就像大家习惯用某信聊天 今天再有其他类似的软件出现也没有用 但是如果某信直接卖给某里 那么某里必然能够对研究透彻 并且可能还会运营更好 同理字节服软了 美国接收TikTok后 技术和运营模式捋清后 加上它对自身文化的熟悉程度必然做得更好 另外如果美国成功掌控了TikTok 那么他的小弟们是不是也可以依葫芦画瓢 设计更多的竞争产品呢 这样下来市场不断萎缩 最后还有字节公司什么事 要知道前脚美国众议院刚通过对字节跳动的抢劫案 后脚也就是本月14日 意大利当局以内容监管不利为由 对TikTok罚款1000万欧元 所以接下来形势只会越严峻 字节跳动也只能硬抗 不能卖 一卖就全没了 相反硬刚下去不仅可以展现企业的骨气 也能让其他想效仿美国的国家慎重考虑 避免没吃到羊肉 反惹一身羊骚 要让他们知道现在的中国不是好惹的 我们看到TikTok弹窗动员 美国1.7亿用户进行反击 美国会遭各年龄用户潮水般电话轰炸 这事就干得很漂亮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很佩服他们硬刚的态度 我相信秉持这种刚正不屈的精神 字节和其他有雷同遭遇的中国企业都将越来越强 点赞字节的坚持 支持字节的抗争与TikTok的真相传达 2024年国际环境依旧错综复杂 我们每个人都在砥砺前行 让我们上下一心 不惧风雨 守望相助 直面挑战 攻坚克难 最后 也希望通过此事能让更多人明白一个道理 媒体是有国界的 新闻是有立场的 这个世界是被人操控的 美国人的鬼话是不能信的 参加 Fifty